日会树 哇 看我的 欢迎来到《魔幻世界》 哇 学习的事情发生了 哇 学习的事情发生了 哇 学习的事情发生了 学习的事情发生了 哇 学习的事情发生了 好神奇啊 哇 学习的事情发生了 哇 学习的事情发生了 好神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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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拖又拖 小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吃贵树乐园 耶 我爱电魔术 嘿 笑一个 哈哈哈哈 咕噜咕噜 小朋友们 快看 她是我的好朋友 存钱罐 嘿嘿 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小刺猬存钱罐 小朋友们 把零用钱都给我保管 我的肚子里有好多零用钱哦 嘿嘿嘿 咕噜咕噜 小朋友们 你们都有存钱罐吗 这是我的小狗存钱罐 我把妈妈给我的零钱都放在里面 这是我的存钱罐 想像我们是好朋友 嘿嘿嘿 咕噜咕噜 原来小朋友们 都有自己的存钱罐呢 嘿嘿 太棒了 诶 小咕噜 原来你在这儿啊 哇 好可爱的小刺猬呀 咕噜咕噜 龙果果 嗯 你贴 这些都是小服装的零用钱 哦 嘿嘿嘿 是一个存钱罐 对呀 我觉得小朋友啊 平时呢可以存些零钱 这样呢可以买些自己喜欢的文具啊 玩具啊 当然了还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些小礼物 啊 原来零用钱还有这么多的用处呀 当然了 零用钱啊还可以用来变魔术 没人钱还能用来变魔术啊 当然了 接下来我就表演给大家看好不好 好啊好啊 乌拉乌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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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嘉宾 小嘉宾李尚然今年六岁 小嘉宾高雨山今年五岁 嗨 嗨 嗨 通过不大魔术是快给我们表演神奇的魔术吧 好的 今天的魔术呢很有意思 小朋友们一定要看仔细喽 好 首先呢我来问问你们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什么 硬币 呃是多少钱的硬币呀 一元钱 一元钱的硬币对不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 这儿呢有一张纸 诶 中间呢 硬币过来 对中间呢我掏了个小洞 嗯 但是呢这个洞呢我们来和这个硬币比一下 这个洞和这个硬币比哪个大哪个小啊 洞小 硬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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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觉得硬币能从这个洞里面穿过吗 嗯 当然硬币啊 除非把这个洞给弄破才穿呀 嗯 好那现在我要交给小朋友们一个任务啊 你们来试一试看看这个硬币能不能穿过这个洞呢 要保证这个洞不能破好不好 好 每个人都来试一试啊 大家都来试一试 好 好 来 让他穿过这个洞看能不能 好小股东 小股东在这个晃动这张杂质啊 硬币会掉下 我们的两个小朋友 也在尝试 怎么样 三位小朋友 你觉得这个硬币能掉下去吗 对啊 太好了 你都掉不下去是不是 但是我大魔术是红果我却能做到 让它能从这个小洞里掉下去 从这个洞里啊 对啊 怎么可能呢 你来试一试啊 给它穿过去 的确是不行啊 保证这个小洞不能破哦 的确是不行 那我们来看一看红果果究竟 如何能够做到 让硬币穿过这个小洞 好 首先呢我要给它施个魔法 一起出 乌拉乌拉跳 好 我数一二三 来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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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二七出了嘛 是不是掉出来了 的确我来检查一下这个洞 破了吗 嗯 边上有破了吗 电视机前小朋友看一看 这个洞好像是完好无损的啊 你 的确是很厉害啊 那我鼓掌吧 怎么样小朋友们想不想学这个魔术啊 想吧 好 在学这个魔术之前呢 我们要请出好朋友摩像乌拉拉 让他来告诉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材料吧 好 让我们一起说 摩像摩像乌拉拉 我是摩像乌拉拉 我有神奇的火把 彩底料都在这里拉 睁大眼睛看好了 心提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硬币 卡纸和简刀 好 接下来那就是我大魔术师红果果 我来教大家变这个神奇的魔术啊 这个魔术非常的简单 每个小朋友都会学会啊 所以呢 那我们先来看看都有哪些材料呢 一张正方形的卡纸 一枚一元钱的硬币 为什么要选择一元钱呢 因为一元钱在硬币当中应该算是最大的了 对 好 那接下来还要准备一把剪刀 好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赶快找出这些材料和红果果一起来学 好 首先呢 举起我们手中的卡纸啊 对折 变成了一个什么呀 什么形状小朋友 好 三角形 三角形 没错 好 再对折 我们看到变成了一个更小的三角形啊 没错 然后呢 在这个角呢 我们用剪刀呢 给它剪开 剪一个小半圆 剪一个半圆 注意了小朋友 但是记住了 我们打开来一会儿要看一下 这个圆呢 不能比这个一元钱硬币大 我们剪的这个圆呢 记住 一定要比这个一元钱硬币要小 你看 这样就这样不过去了 对不对 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来变这个魔术了 好 首先呢 把这个纸 像我这样把它对折 然后呢 把硬币放进去 这样的话呢 硬币就立起来了 对不对 好 但是这样的话呢 硬币还是掉不出来 我们来 说这个乌拉乌拉Q 以后呢 我们把两边的脚呢 往上一窝 来 我们来看一看 一起来做 一 二 三 对不对 是第二 二 三 你看 硬币是哪个状态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再来一遍啊 把硬币呢 放在这个小圆洞上 对折 好 这样看呢 硬币是掉不下来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捏住两脚 往上翘 乌拉乌拉Q 掉下来 成功了 来 我们请小咕咚和小芳来试一试 首先是小咕咚 来 乌拉乌拉Q 掉下来 成功了 好 南哥也来试一试 完成了 好 小芳和小芳来试一试 好 小芳和小芳来试一试 好 小芳和小芳来试一试 好 喜欢你们 太棒了 太棒了 小朋友们太棒了 今天的魔术学会了 为自己拍拍手 为自己加加油 嘿嘿嘿 大家一起拍拍手 一起加加油 好 谢谢我们的小姐姐姐 谢谢 谢谢 再见 好 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和小咕咚 都已经学会了 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 摩香乌拉拉 有没有学会今天的魔术 一起来看一看 乌拉拉 我也学会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步 把一张正方形的卡纸 像这样对折两次 第二步 用剪刀把卡纸的这个角 剪掉一个小口 打开卡纸 硬币不能从小孔穿过 第三步 像这样把卡纸两脚对折 硬币就从小孔中穿过去吧 太好了 我们的好朋友摩香乌拉拉也学会了 是的 那我知道今天我们场外还有小小魔术师 也要给我们带来精彩的魔术表演 赶快请出我们的好朋友 魔术想救 拉拉拉拉拉拉拉 魔术很神奇 拉拉拉拉拉拉拉 魔术很容易 只要动手又动脑 只要你愿意 小小魔术师 就是你 香港魔术师 林赫南 今年六岁 来自吉林省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 就是一个黑桃寺 我把黑桃寺倒在桌的上面 我就拿一个梅花球 我把梅花球放在盒子里 把盒子关上 打开一下 吹吹吹口气 现在进入皮具的时刻到了 把盒子打开 梅花球就变成了一个道明 谢谢大家 太棒了 那这位小朋友将获得 我们栏目送出的A智慧奖牌 恭喜你 没错 我想电视机前 可能还有很多的小小魔术师 或者有很多热爱魔术的小朋友 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的 赶快登入我们的网站 进行道明吧 说不定下一个来到节目当中的 就是电视机前的你了 嗯 那最后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说 乌拉乌拉Kill 我爱电魔术 我要挑战 欢迎来挑战 小朋友们大家好 你现在收看到的是 智慧术暑期特别节目 我要挑战 那在暑假期间的每周一到周四 将与你见面 每期都会有两名小朋友 参与我们的挑战 当然了他们之间的获胜者 才可以向红果果或者是绿泡泡 发出挑战哦 好的首先来看一下游戏规则 两位小选手参加第一关比赛 获胜的小选手 与红果博力泡泡进行挑战赛 挑战成功 获得智慧术奖牌 哦 游戏规则已经看完了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两位参赞小选手 小选手周紫睿 小明乖乖 今年六岁 我的挑战声言是 紫睿紫睿 聪明智慧 耶 小选手张嘉信 小明楠楠 今年六岁 我的挑战声言是 宇宙我最棒 名字倒立 塑料瓶 做游戏 屏口朝下做倒立 两个瓶子搭起来 谁先完成得胜利 得 胜 力 先完成三组瓶子倒立的小选手 获胜 欢迎大家 欢迎咱们 欢迎你们 欢迎这两位小朋友将参与今天的挑战项目 但是呢 谁能够进入到和红果果绿泡泡的对决呢 还要通过第一轮的比赛来决定啊 好 那各就各位准备好啊 来 预备 开始 我们的若瓶子大赛就要开始了 在小朋友的面前摆放着六个塑料的这个水瓶 哎 他们的任务是要把他们两两落在一起 我们看到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方法啊 对 有的小朋友呢是一组一组来摆 还有的小朋友呢把底座先摆好 摆上去 摆在上面 乖乖的稳定性很好耶 我们看到乖乖小朋友有自己的一套非常好的方法啊 但是能不能成功呢 对 你来看看 非常慢的 别着急啊 千万不要着急 这个游戏呢就是培养小朋友的这种平衡感 还有这种注意力 注意力 对 所以如果性格比较急躁的小朋友呢 哎 是很难在这游戏 你好 好 乖乖已经完成速度非常快 来到处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好快啊 那在这一轮当中获胜的就是我们的乖乖小朋友 为自己鼓鼓掌 受害你 很难啊 他有点恋恋不舍 遗憾嘛 没事 没事 哎呦心态很不错 也为自己鼓鼓掌吧 来鼓鼓掌 他现在的表演的是丢 来一个高兴的表情 来 生气 能过 死时死刻 此时此刻你的表情是什么 心情是如何 表演一下 好可爱啊 是这种表情 稍微有一点点不服气 下次欢迎你来挑战好不好 对 我们的挑战大门永远向小朋友散开 而且呢 只要参与就有我们的奖品 来送给你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这是一个非常悠然自得 非常有个性的一位小朋友 好可爱 好 我们来问问乖乖 你赢了 像谁 挑战 唐狗哥 像我呀 挑战什么呢 比翼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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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究竟是什么游戏呢 我告诉你吧 就是 就是把 就是 绑的手腕这样转的 哦 他们两个其实都有准备 因为不管谁赢了 都要挑战这个项目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我们的终极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 是在乖乖小朋友和红狗狗之间展开的 我们看到在地上呢 放了四卷彩带 比翼齐飞 是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说一会呢 每个人的双手 各要拿着这个彩带角的一头 然后呢 通过摇动你们的胳膊 使这个彩带呀 在空中飞舞 最终地上的彩带 完全被 缠在我的手上 对 才算是胜利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小凤明白吗 明白了 当然明白 因为这个题目其实就是他们出的啊 好的 看一看你出的这个题目 能不能在这个题目当中战胜红果果 电视机前小凤们 一起为他们两个加油 准备好 我一会儿要躲远点啊 预备 开始 小凤不能直接拿起来 拿两头小凤啊 假的 小朋友 小朋友一击都拿错了 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小朋友 对把它缠绕在你们的胳膊上啊 好累啊 但是我们看到小朋友这个虽然说一开始遇到点问题 但是好像有点银头赶上了啊 好像在练习挖泳一样啊 没力气了 好累啊 加油 好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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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加油 好加油 小朋友我在等等你了 红果果千万不要犯了龟兔赛跑的这个错误啊 没事我有信心 有信心啊 小朋友加油 红果果果已经快完成了 好吧 我只能承认我的手臂比小朋友要长一点 好 最后几点 好 这边来 来 帮给你 还有半卷啊 算了吧 要不先这样吧 小朋友 好 因为这个啊你看你比红果果低 所以说呢 你这整个胳膊都缠满啊 才跟他这效果差不多 所以说其实啊 你已经是胜利者了 对不对啊 一会退二 我们为小朋友和红果果不够的 准备发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 按照我们的挑战规则 在刚才获胜的仍然是我们的红果果 耶 当然啦 我们的小朋友呢 也将获得由我们吃灰书栏幕提供的精美礼物一份 由于你现在手确实不方便拿 先放在地上啊 好的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只要你能想的出来的花招 我和红果果都可以陪你来玩 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说出我们的头号 才就是 ��면你来挑战 小朋友们来吃了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吃了 我们很高兴 咕咚信箱 大家好 我是红果波 咕咕咕咕 我是小咕咚 我是你们的朋友 我叫灵灵 我能听着话 看视频 聊货品 证明说 你们一定要听我 好的 灵灵 赶快告诉我们 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吧 好的 现在就让我们来说话 红果波 绿泡泡 小咕咚 你们好 我叫崔宇杰 是辽宁盘景的小朋友 我今年四岁了 我每天都准时坐在电视机前看知婚树的节目 我最喜欢宝贝二加一了 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像那些小朋友一样 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宝贝二加一 和红果波 绿泡泡一起做游戏 希望我可以和知婚树一起快乐地成长 啊 太棒了 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 在今天的我爱变魔术当中 我们教大家变了一个神奇的魔术 你们学会了吗 如果学会了 就把你们变魔术的过程当中 拍摄下来的照片或者是DV寄给我们 还是给我们学信的小朋友 都将有机会获得 由我们栏目送出的青雷礼物 先是之前的你 赶快行动起来吧 小朋友们 知道现在来联系我们了 和我们一起开起来吧 发条微风和我一起分享吧 爱唱华 穿着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 爱唱华 拍摄视频 发脏图画 寄给你我 几期定制一定要记第一道 爱听话哦 最近是要遇上高清香 只会数量目睹 多凶手 有只对吗 需要领域领 小红标诺快点 安心 小红标诺快点 小红标诺 再见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在明天的科学泡泡中 泡泡飞船里的小船员 玩了一个非常好玩的科学游戏 你们想和我们一起玩吗 那就赶快让你们的爸爸妈妈 帮你们准备好材料 和我们一起探索 其中的奥秘吧 旅行 嗨哃哮里 嗨哈哃哩里 哼員員哼 哼哼哩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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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咤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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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噹噘